美好的一天 从每日凌凉开始 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 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 在这里呢 保罗我觉得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榜样 他说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那个违背呢 在原文里面 那个违背有一个悖逆跟不服 保罗并没有悖逆 也没有不服 那从天上来 他所给他看到的 那个意象原文讲到 是一个显现所看到的一个景象 所以你会发现保罗在讲这句话 你发现他一生的侍奉 都是从意象来的 他很清楚 他知道耶稣的心 知道主的心 所以他照着主的吩咐去做 有一些人他说他看到意象 可是他有没有办法遵行意象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一生 他不敢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这是很重要的 二十节 他讲先在大马瑟后 在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带全地 以及外邦 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 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 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 应当悔改归向神 那个悔改在原文的意思 是一个心思的转变 而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你 那个心思的转变要做什么事 是归向神 而不是悔改归向善 所以很多人在提到悔改 那个真正的悔改是从 不是从恶变成善 乃是你从你当初你的心里违背 背逆神 而转过来向着神 你的心思开始愿意受神的支配 那叫做悔改 所以请留意什么叫做悔改 是我们的心思 我们重新跟神对齐 所以行事跟悔改的心相称 就代表他的在做事上面 表示他们 他们在做人做事上面 他们表示他们的悔改是真诚的 所以我要鼓励你 我要鼓励你更多的明白 你的悔改不是在重在改过 而是你在脱离 你应该是 也就是说你重在你的心思 有没有转过来向着神 所以而不是你在改了什么 你脱了什么 不是 而是你真的你的心思转向神 好 再来呢 保罗给我们看到一个 一个真正悔改的 他的行动 实际行动 是跟他悔改的心相称的 是真正悔改的人 才有一个真正的改变 所以要奉主的名祝福你 让我们在这季节 我们真的把这样的经文 常常存浸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悔改归向神 我们行事跟我们的悔改的心相称 奉主的名祝福你 Amen